以太幣4小时级别的上涨,值得我们操作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 BuyBan是我换过非常好用的交易所 无论从挂单深度、顺滑体验、交易界面都无可挑剔 现在有提供史无前例的KYC入金500美金过后 就会直接赠送1000美金价值的以太坊合约仓位 你可以自己选择要多还是空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对这个活动感兴趣 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你只要有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 你要直接开一张以太坊的多单还是空单 这个仓位它完全是送的 所以如果你平仓了,你有获利,你可以直接把它给提币 完全没有那种问题 如果你亏损了,如果你爆仓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仓位它本来就是赠送的 这个活动是只针对新用户的 所以要完成KYC还有入金500美金 现在已经有10个名额已经被抢走了 剩下90个名额 这90个名额发完很有可能不会再办类似的活动 要强要快 好,我们现在就回看到比特币的行情吧 那比特币当然从4小时直接讲起 我认为有一点点太没有大直观了 我们先从周线开始说好 那从周线开始呢 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下,稍微画了一下 我们在这里它出现的这个通道 那这个通道呢,我认为它是有效的 你可以发现我们上下的接触点 上下,上下它的接触点呢 我认为很值得我们参考 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上面呢 它有两个比较完美的接触点 然后在下面呢也有两个,对吧 我们这里有,然后我们再拿下来 这里一个嘛,然后这里又有一个 这里 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4个 而且是在分别出现在上下边界 那我认为这个通道它是有效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人会提出一种说法 有没有可能啊 我们这整轮熊士它还没有结束 而且我们这个熊士它是沿着这个通道在走的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边下跌嘛 然后等于说我们从 一万五以来的上涨它是一段反弹 之后还会再继续下跌的 那我认为这种说法呢 或者说这种路径啊 这种路径 对于我们熊士来说 或者对于我们比特币周期来说呢 它是 呃 非常不协调的 非常不和谐的 我认为这种走这样的几率呢 是很低的 非常低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这段的上涨 这段上涨 如果说它真的是一个 反弹或者说它是一个假突破的话 那我们后续的这波下跌啊 我们一定会把这波上涨 所有买入的人 或者说有做多的人呢 一定会通通让他们 把手中筹码给抛出来的 或者说那合约肯定要爆仓了 而且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下方的这个区间啊 它其实累积的时间呢 就有高达300天 300天啊 那300天的这个时间 构成的箱体呢 如果我们跌破过后要再重新回来 我们会要在下面这个位置 再走一个 至少200多天 300天的箱体 而且量能要比前面这个位置 至少要是相等的 那如果我们再搭配一下 比如说美国的总体经济的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加息即将要结束了 这个月下个月就会结束了 就在最近会结束 那其实我们复盘过去的几次 比特币的历史呢 我们都可以发现了 其实当加息结束的时候 那基本上在加息结束之前 在加息结束之前 我们的比特币它就一定会走出底部 那如果说我们还会再往下跌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就会完全跟美国的总体经济完全脱钩 那这是很不正常的 而且如果我们在这里震荡的话 那你震荡要是下跌要时间 然后震荡要时间 然后再次上涨它也要时间 我们就绝对不可能在2024年减半期的时候 然后有像我们前面这种牛市应该出现的大暴涨 我们就不会出现了 它肯定还是还在调整还在整理之中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那再来我们切到日线级别吧 我们在日线就有比较多事情可以讲了 首先我们这一波上涨它值不值得我们追 我认为至少以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你说它是一个真的突破 它往上还会走出一段趋势的可能性大不大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比起我们之前的几波机率要小不少 像我们之前走的这一波 这里就是这个好的入场点 还有我们前面这个位置 它都可以直接引领我们一波趋势行情 这波趋势行情 这波趋势行情入场点就应该在蓝色箭头所画的位置 那你可以发现这两个蓝色箭头所画的位置 它是有一个共通点的 就是当时我们这两个点位 第一个它价格上涨的速度非常之快 然后K线非常连续 你可以发现有爆量 然后价格上涨很快 很连续让你很难上车 非常难上车 但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有上车的 那基本上这波趋势肯定是赚得非常爽 但是呢 为什么要拉得这么快 其实就是要让极少的人在这个地方上车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装甲主力上车建仓的位置 那怎么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的人 也在这个地方去建仓上车呢 不过你可以看 我们现在的这个突破 这个位置它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了 它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不太一样的 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用红色的箭头 这样才可以做出区隔 那你可以发现它突破的时候 第一个量能它跟前面是没办法跟上的 那第二个就是它突破的这个距离很短 然后突破之后它走得又太弱了 它走得涨没一点点 哇震荡的时间又开始拉出来了 然后量能也不足 那这个跟我们前面的情形呢 其实相差就很大了 不过这个地方 如果它真的要走成多头趋势的起点的话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慢慢的磨上去 慢慢的磨上去 那我们就绝对不可以见到 有空头爆量的情况 如果一见到空头爆量 下跌的话 那就非常非常非常危险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日线的MACD 那日线其实还算是比较大的级别 如果说你可能一小时啊四小时啊 这种级别出现的背离的话 我就认为参考价值 并没有像日线来的这么高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前期啊 这个位置它出现了动能衰竭了 价格在上涨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MACD是在往下走的 这里它也有给出信号 后来我们迎来了回调嘛 那我们再看到我们同样的位置啊 这个地方价格在上涨 可是我们的MACD呢 是在回调的 确实现在还没有被确认 它你说它现在确认了吗 还没有被确认 因为我们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死差 还没有出现红色的MACD的柱体 还没有出现的 我们要出现上述两个信号 基本上出现就会同时出现了 就是有死差 然后MACD出现红色柱 那这样我们才可以确认背离 那以现在的情形来看呢 它还没有确认 不过很有可能会走成背离的 非常有可能会走成背离的 只要我们的回调深一点 然后也就是回调深一点 然后预告我们这一波上涨结束 那我们这两段的上涨呢 它的上涨的动能就在衰弱 那MACD就会产生背离 这个时候就会是非常危险的信号了 其实MACD啊 它永远都会是一个滞后的指标 也就是它现在MACD走的情况呢 它反映的是前一段时间 并不是现在的 是前一段时间的价格的情况 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这个位置 它确实周线走出了背离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发现周线走背离的时候 它肯定不可能是在价格很高的位置 它肯定价格已经走出去一段了 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价格在创新高 对不对 但是我们MACD在走背离 那这个是绝对有效的 在周线嘛 那你可以发现什么呢 我们真的要看到MACD背离了 我们肯定只能在第一根MACD的红色柱子出来 我们才会发现 所以你至少至少都是在暴跌过后的 都是已经在侦差到4万2过后 你才有可能发现的 不过你发现 你可能在5万1出场 5万1千多出场 那这个其实也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是MACD它一定是滞后的 它不可能说价格还没有 在价格还没有走出任何的信号之前 那你从MACD就看得出来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4小时吧 4小时 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它跌破了这个位置 它跌破了28,800 28,900的位置 那就可以宣告我们这一波上涨它是假突破了 我们这一波上涨它就可以宣告 有极大的可能它就是一个假突破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量能吧 我们就仔细观察一下下面的这个量能 下面的这个方块的出现的量能 第一个它突破的量能 这个是它突破的量能 突破的量能长这样 那跟我们现在盘整的量能 好像也没差多少 这个突破是我认为是很没有力的 那再来 如果我们就只观察一下上方的这个区间的话 我们这个突破的量能不看 你可以发现什么呢 空头它比较强势 空头在这个红色的区块 红色的方框是比较强势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 它好像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个头肩顶 这个我认为 我们也要稍微小心一下 如果说跌破颈限 那我们盘面 极有可能又出现进一步的下跌的风险 不过现在是6日 它还没有量能出现 我们可以等待星期一 再来看一下会怎么做变化 最后我们来看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 我认为最近两天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解锁 以太坊上海升级过后 其实卖压最沉重的 就是我们三四天 解锁过后的三四天 也就是今明两天 所以今明两天 我们可以主要注意一下 以太坊它面临抛压的时候 确实现在有小回落 但是回落的行星 有很大吗 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我们在最近会得到解答的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 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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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utro